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这二十句话解开了无数人的心结 一起来听 读到一句很有感慨的话 人不是靠心情活着 而是靠心态活着 今天想跟你分享二十句 让你豁然开朗的句子 让你能在温柔的人间 简单的爱 开心的活 一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去经历和享受 没做过的事情要做一做 无则努力追求 有则尽情享乐 合则来 不合则散 生命就是一场单程旅行 过去的每一天都无法重来 你要认真的爱 认真的生活 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 大胆地去爱想爱的人 去干几件让你心潮澎湃的事 二 好好生活 怀念的不一定要见面 喜欢不一定要在一起 每一种距离和遗憾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长大后 你会发现 不是所有的想念 都能换来见面 不是所有的喜欢 都能得到回应 爱而不得 也是人间常态 有时候 结果没有那么重要 有些人 光是遇见 就已经足够美好 三 要么有钱 要么有爱 要么有强大的内心 至少占一项 才不会活得那么辛苦 有人在微博上问蔡兰 什么是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呢 蔡兰回答 钱和勇气 钱 让你安心精彩地过好生活 爱 让你内心柔软 感知幸福 勇气 让你坚韧 不具未知的艰难和考验 不一定要忘掉过去 但一定要放下过去 频频回头的人 是走不了远路的 我们来世间这一趟 为的是好好生活 过去的感情 就别再揪着不放了 过期的食物 吃了 身体会难受 过期的人总念着 心会难受 无 无能为力的事当断 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 心中繁育执念 当离 目之所及 皆是回忆 心之所想 皆是过往 放下执念 心才能回归安宁 这是断舍离中 很经典的一句话 我们需要断舍离的 不只是物品 还有那些让你烦闷的 执念和心情 给生活做做减法 学会整理和及时地舍弃 为内心找到一份 简单 宁静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 不过相识一场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不负遇见 不谈亏欠 在一起的时候 用心付出 不留遗憾 如果无法参与 对方未来的人生 那么缘分到头的时候 就痛快地说一声再见 无论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里 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无论谁离开你 他都有消失走远的理由 不必遗憾 七 沉默就是答案 躲闪 就是答案 不再主动 就是答案 你早该明白的 一个人 真的喜欢你 他绝对会因为 思念而找你的 绝不是 你理他 他才找你 友情也好 爱情也罢 没有腼腆一刺 如果你的主动 换来的不是 同等的热情 只能说明 你在意的那个人 没有想象中 那么在意你 八 保护自己 最佳的方式 就是从不高估 自己在别人心中的 分量 及时止损 你的失望 通常来自于 过高的期望 世界上最尴尬的事 莫过于 高估了自己 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你珍惜我 我会加倍奉还 你不在意我 就让一切归零 对待任何一段感情 愿你都有 这样的清醒 和洒脱 九 当你对过去 充满执念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 那些轻易就能 从你生命中 溜走的人 可能从未 真正属于你 这个世界 变化 诱惑 考验 太多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 真的不必强求 不在意你的人 转个身 就消失在你的世界 但把你看得 很重要的人 不会轻易离开你 十 心这东西很贵 给对了人 就是无价 给错了人 分文不值 喜欢跟善良 可以免费 但不廉价 你的喜欢 要给那个满眼 都是你的人 你的善良 要给懂得感恩 同样善良的人 对一个人的好 可以不计回报 但不能没有底线 十一 很真实的一句话 你不快乐 因为你不够爱自己 且常常为别人 消耗自己 我们常常为了照顾 讨好别人 委屈自己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最该在意的 不是别人的感受 而是自己的心情 不喜欢的事情 就不要做 不愿意帮的忙 就拒绝 人生短短 数十载 最要紧的 是满足自己 不是讨好他人 十二 这个世界上 说你好和不好的 可以来自同一批人 成年人 换对自己 有用的听就好了 曾经被人误解 我们会急着 与人争辩 会难过 失落 甚至灰心丧气 后来发现 不去在意那些 不怀好意的评价和目光 会活得轻松很多 我们无法掌控 别人的嘴 但可以决定 在什么时候 捂住自己的耳朵 十三 人不是靠心情活着 而是靠心态活着 当你觉得工作 很累很艰辛的时候 可能正是你成长 最快的时候 当你面临了一次 失败之后 其实也从中 得到了很多教训和经验 很多时候 换个角度去想 事情真的 没有那么糟糕 决定你是否快乐的 关键是你的心境 而不是你的遭遇 十四 别人带我如何 是我的因果 我带别人如何 是我的修行 你付出了真心 不一定会得到真情 你对人给予赤诚 不一定能换来 同等的信任 有时候 你也会为人性 感到失望 虽然无法要求 别人怎样 但我们至少 可以做好自己 坚持自己认为 对的事情 十五 人是会变的 记住这句话 能看看很多问题 那些不再如初的人 你也不用再耿耿于怀 人来人往 是生活的常态 人生不会如初见 也没有人会停留在 原地不改变 很多人和事 你不能强求 十六 如果事事都如意 那就不叫生活了 睡前原谅一切 醒来不问过往 今天的事情 认真做了 就高高兴醒上床 不愉快的事情 就让他跟着昨天 一起消逝 不管前一天 经历了怎样的 狂风暴雨 第二天 这个城市 依旧会撤水马龙 不管今天的 你是怎样的难过 明天 你依旧要早起工作 凝结新的生活 时机 人之所以伤心 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灵雨糖 如果一些执念 我们一时难以放下 那就给自己一点时间 不信你回头看 那些你曾以为 跨不过的看 你以为无论如何 都忘不掉的人 让你难过的那些疼痛 终有一天 它们也会变成 你记忆力斑驳的碎块 在你前行的生活里 模糊不见 十八 人到了一定年龄 得学会自己撑伞 不会有人冒着大雨 来接你 长大之后 那些艰难的 落寞的时刻 那些委屈和辛苦 我们都选择了 默默挺过去 因为有些事情 只能一个人扛 有些路 只能一个人走 有的时候 你要学会 做自己的太阳 十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却很治愈 我们在深夜崩溃 又在白天自愈 难熬的时候安慰自己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你知道 这些好的坏的心情 都是一时的 二十 只要不生病 慢慢赚钱就好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听过一些生离死别 见过很多无助和眼泪后 你会知道 健康的活着 才是人生最珍贵的事情 幸福来得慢点没关系 晚点再便有钱 也没关系 只要身体健康 钱可以慢慢赚 理想可以慢慢实现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真的比什么都重要